有些資本家或者有些大陸人在配合殖民香港 把香港人的子弟押下去 這個是我們要面對的真相 講得給各位聽就 又不是說令大家絕望 令大家知道真相要改變 因為你不知道這些真相 一美這麼生活 你覺得為什麼越來越艱難 所以剛才你看到現象 你可以取得一個判斷 再過了十年 香港沒有香港人的中產 只有大陸下來的人成為中產解架 這個是此其一 第二樣東西 剛才你提到大學裡面的學生 剛剛公布的消息 中大收三百多個大陸學生 一年班的學生 以前就是收石士和博士的高等學位的學生 他們畢業當然佔據我們高等的專業人士的地位 或者行業工會那些 但現在已經是落一步 落一步就是在一年班的學生那裡 已經在香港培養 更加容易搶斷我們的飯碗 所以呢 今時今日 大家在中大如果讀的話 應該拿回錢穆先生那張照片出來 提醒一下大家 當年錢穆是怎樣反共的 就是因為反共逃避赤色政權 一班人來到香港 即是一班來自江捷或是京津一帶的學者 來到香港創辦新亞書院 之後連同這個崇基聯合 在中大那裡落腳 就變成中文大學 其實原本的目的是 恢復華夏文化 亦都接觸這個 接通這個西洋文化 現代文化 但最終的目的是為了反共 剛才說最後一句就是最精靜的了 中文大學之所以成立就是為了反共 是的 這句說話應該現在寫對一個banner 送給沈祖堯校長 是的 其實我都可以說 因為我都在中大讀書 雖然中大變成這樣 不是太想認是在這裡讀書 中大 但是在中大當年 譬如我在當年那裡 很多的獎學金呢 或者很多的校董呢 是有國民黨背景的 這個是公開的了 可以說的 不怕批鬥的 就是說中大當年 特別是新亞書院 是反共的 我們那個 譬如我當時那個 參加業 就是課譽那個國術會 國術會是由 親國民黨的人資助的 為甚麼會這樣 為甚麼會資助國術會呢 發揚國術 發揚華夏的傳統 勇武精神 為甚麼國民黨會資助這些東西 就是希望我們的青年可以 強健起來 有強健的體魄和精神去反共 你見我在當年的 新亞書院出來 我到現在都在繼承這種精神 黃亮打得有繼承 大家記住 OK 這個現在中大 透過收取大陸學生 繼續赤化的現狀 正好和昨晚 前港大學生會的會長 馮敬恩被捕 做一個對照 現在剩下來的 敢去挑戰的政府 敢去造反的 就是本地土生 就是這些在香港 長大的學生 你試問 在大陸下來的 移民的 就是這些學生 他們會不會參與這些 這些學生